点了 再给助攻的拉莫斯 拉莫斯过人之后传 投球金了 伊瓜音 当小将伊瓜音首开记录的时候 主场的数万名黄马球迷完全没有料到 这场比赛将载入两队交锋的实测 随后巴萨尝试沿左侧展开共识 14号亨利躲过拉莫斯的滑铲之后带球突进 随即面对卡拉瓦罗的补防将球撩向后点 只可惜艾托奥最后的跟进包抄差至好力 短短两分钟之后 拉莫斯的防守失败再次让本方防线告急 最后亨利用标志性的推射破门将双方拉回了同一起跑线 这次送出助攻的是10号梅西 上半场比赛第18分钟 巴萨继续沿左路展开共识 法国礼仪在边路犹如无人之景 而前恒大主帅只能采用犯规才能阻止他的突破 哈维随后将球滑向远端 这次是队长普约尔完成了投球破门 各场作战的巴萨在五分钟之内便将比分反超 比赛的节奏非常之快 一分钟之后 罗本在右侧接连形成了摆脱 随即与伊瓜音通过跌跌撞撞的配合创造出机会 不过最后的攻门由于角度太正 被巴尔德斯奋力挡住 随后 王马继续通过罗本的个人能力来创造机会 小飞侠再次与伊瓜音上演了精彩配合 最后后者的大力横扫险些造成了阿尔维斯的自白无容 巴萨也算是逃过了一击 两分钟之后 阿尔维斯通过积极的上抢获得了球权 巴西后卫随即沿中路带球推进组织进攻 观察之后将球交给了左侧的梅西 然而阿根廷小将最后的攻门没有踢出角度 这也难不倒西班牙国门卡西利亚斯 与此同时 年轻的水爷被主裁判出示了黄牌警告 原来他是在回防的过程中绊倒了亨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哈维随后送出的分球帮助埃托奥获得了机会 随后卡西利亚斯通过合理的站位 拂出了对方的射门 随后 梅西在形成突破后 与伊涅斯塔完成了精彩传递 不过此次配合由于太过于复杂 反而将得分机会措施 比赛第32分中 身体黄牌的水爷再次对亨利采用了犯规战术 好在身旁的主裁判这次选择了手下刘警 巴萨继续沿左侧展开攻势 此时的拉莫斯面对亨利已经有些信心不足 梅西随即与哈维完成撞墙退合之后 阿根廷人最后的逆足攻门质量一败 又过了一分钟 迪亚拉在后场的丢球几乎送给了对方单刀机会 最后梅西面对卡西利亚斯抢射破门 而这里进球的最大功臣当属抢断后送出助攻的哈维 随后普悦尔将水爷缠倒之后同样领到了黄牌 黄马随即由罗本开出任意球 巴萨队长这次在禁区内的解围也算是将攻不过 上半场尾声阶段 阿尔维斯的任意球攻门被卡西利亚斯扑出之后 主裁判也吹响了半场结束的哨声 下半场开场仅两分钟 伊涅斯塔通过小碎步摆脱了防守 最后的这脚大力攻门稍稍偏出了右侧利重 随后梅西也迎来了表现的机会 面对梅侧尔德的防守显得游刃有余 不过在突入至底线附近之后 已经没有了射门角度 下半场比赛第十分钟 水爷通过前插助攻帮助球队获得了任意球机会 随后接应罗本的任意球船中 完成了投球破门 而这类进球也是让黄马全队上下 看到了翻盘的希望 然而两分钟之后 拉莫斯镇守的右路再次被对手所利用 卡维送出长传之后 亨利抢在门将出击之前将球端进了球门 这也是法国球星本赛季的第十九例联赛进球 下半场比赛第29分钟 卡维在禁区前沿上演了一次精彩的原地摆脱 最后梅西在完成梅开二度的同时 卡维也将个人的第四次助攻收入囊中 梅西在这场比赛中将为九号的职责发挥的淋漓尽职 巴萨多次利用他的回撤给两翼输送炮弹 所以球队本场大胜的最大功臣当手发胜 小将皮克在第82分钟也完成了破门 而6比2的比分也成了两队49年以来的最大比分纪录 同时也是黄马在主场59年以来的最大丢球纪录